要活得精彩 就要學多一點 自在人生大學堂 啤梨 自在人生大學堂 語言表達技巧 進階 今天我們要講的題目就是 探情 雪梨 除了有我啤梨之外 還有我們最喜愛的浦偉老師 Hello 碧梨sir 大家好 你好 你答應了我們最喜愛的浦偉老師 看也是這樣看 所以今集我們要談談情 雪梨 在溝通方面如何談情 雪梨 都是在字眼上很重要 譬如你剛才說談情 雪梨很正規 我加一個碟字 談談情 雪梨 令氣氛立即和諧了很多 好像爸爸媽媽和小孩 吃不吃雪梨啊 吃不吃飯飯仔 有時候我們都要做一些調節 不要那麼嚴肅地去談情 談情是怎樣能夠那麼嚴肅呢 當然是 如果談情是說到好像 我現在愛你直至永遠 那些可能都被迫說 其實情在說話以外更加重要 很多時候 譬如這個情關 其實英雄難過美人關 對於無論男士或女士來說 情這個關口其實都不容易過 阿裴老師 我又看到你眼神裡面 好像有些事情想說一下 你好像有些情關好像難過 不知道過不過 其實都爛過了 爛過了 小時候看金融小說 有一段說 問人間情是何物 直交生死相許 為了情這個字 很多人付出很多 很多人犧牲很多 但是不是必然有收穫呢 我就不敢說 不過廣義來說 其實情是可以很豐富的 亦是人和禽獸最大的不同之處 很特別 你現在是禽獸來的 很久沒聽過這句話 大家想想 你在伴侶身邊 你是屬於人還是禽獸 但有些人喜歡禽獸 很奇怪 有些人還被人罵 說禽獸都不如 更慘 不知道為什麼有些女生 喜歡禽獸 你可能 到你眼睛有淚光 到我眼睛有淚光 不是 那我現在沒事了 小時候見到 有些好人不喜歡 你真的喜歡禽獸 明知道他不好 你就喜歡 這個其實很漫長 她的故事又不知道 怎麼會繼續發生下去 可能開頭是這樣 後來可能禽獸都變回人類 那倒是 即是他都可以有進步的空間 所以當我們說溝通的時候 那個情字一出現 其實可以點綴我們的人生 生活 但是呢 只是談情 沒有一些理性在後面 又好像不太好 例如呢 所以我們說很多時候是情理兼備 如果你說 只是說情 我們又不兼顧到理那方面 就變成會放縱自己 理就是道理 對道理 或者說一些理性的說話 合乎邏輯的說話 即是那些 我會為你上刀山落油鑊 就是跟著我們所說的跨式手法 即是不合理 上刀山落油鑊 即是你馬上走去 如果你有一個鑊 你的語言技巧是相當豐富 很深化 是嗎 即是 那些實際的事情更好 所以中間是有很多組合的 不知道你有沒有發現 即是如果我們帶著一個很理性的眼光去談情 又好像一個機下人 好像有一些索言無味的感覺 但如果我們完全是非理智 單單說情 又好像令自己不斷受傷害也不頂 那要拿捏那個位置也不容易 例如說 我對著女朋友 我想在明年的同一天 同一個時間 和你去到法國 那個咖啡店坐下來 到時候我會叫一杯什麼什麼給你 這個好像很幻想 好像很夢幻 那些很實際的 所以為了這樣 我由明天開始做了一份兼職 每一天下班 我就做三個小時兼職 每一天有兩百元 一年之後 我就儲舊不知多少 兩萬三千多元 到時候就適合幾天的酒店 還有什麼 那是挺實際的 而且很令對方感動 你又說得很浮誇 你又突然去到這麼實際 那件事好像真的會發生 那個拿捏位 我們覺得 其實人的感情可能與生俱來 或者很豐富 但是其實有不同的感情 所以我們不應該說 過於把所有情感的依賴 建基於愛情 這樣就可能太過單調 還有友情 對 友情 親情 還有和自己相處都是叫情 或者怎樣能夠自處 很重要 自己和自己 對 如果自己不習慣和自己自處 很容易就依賴他人 例如我覺得悶 所以就要你陪我 變成對方就有一種責任 對 如果能夠自處的話 大家的獨立就會比較強 我曾經有一件事和蒲偉分享一下 我曾經是 幼小到大是不可以一個人吃飯的 真的嗎 對 對 我是最近幾年才接受 整個一起吃飯 對 我不是說很徬徨 很要找人陪我 我不是 我是不吃 就是 坐下來吃飯 我一定要找一個人跟他陪我吃 是 可能我的同事都知道 變了那都有同事 譬如我回來工作 工作了全日晚 可能會問問問西文 我會是不是吃東西 我沒空 我問問問誰 Tony先生是不是吃東西 我所以說我不會吃 自從不知為何有一次覺得不行 都是要吃的 要三餐均衡一點 因為這樣令到我吃東西有時都不吃東西 是不是小時候習慣了呢? 還是我覺得啤梨sir可能感情豐富 願意跟別人溝通 聊聊天 大家開開心心 對呀 如果不溝通不聊天的話 我打算做事 這個我做了節目不久了 我也能夠感受到這些東西 但會不會令到自己覺得不安呢? 又不是經常找到人的 對呀 不經常找到人的 不吃 我把吃東西放到很後面 那會不會影響健康的? 會的 所以現在就不是了 現在可以吃東西 還有以前覺得我不想吃東西 變成一個維持生命的一個範圍 我想到有些情趣 所以這樣 現在不行了 又或者當年你未找到真愛 你找到了 現在可能只想和一個人 或者某些人去吃飯聊天 我也想和你吃飯 我也想 我還沒看見蒲威老師都很忙 大家都很忙 不知道你其實有沒有吃飯 我現在在想蒲威老師 你又要教書 又要自作人生大學堂 又要寫作 有 我覺得第一次來的時候你請我吃下午茶 是嗎?我也忘記了 對呀 你太慷慨了 所以忘記了 有這樣的事嗎? 通過這樣我們的溝通就更加好 原來有這樣的事嗎? 某老師很感性 突然跟我說一些我都忘記錯的事 在人的可貴之處 我覺得就是在感性上 你不怪我大意 我就忘記了 不過我們現在現實生活上 各有各忙 很多時候那個感性是被理智概括了 譬如說我還是不要找他 他又忙 我怕會阻礙他 其實會令到我們人與人之間的色彩就丟失了很多 會的 我曾經剛剛入行的時候 我沒有朋友 我告訴大家 因為我很多小時候認識的同學 都耳口同聲說 現在很忙 告訴你 但其實也有下班 沒錯 然後突然間就沒有了一班朋友 但我知道他們不是不想找我的 他們真的覺得我忙而已 然後我就唯有要做主動地不斷找人 直到讓他感受到 我不單止沒有一個忙的感覺 我還讓他感覺到我很煩 沒空來煩著他 到他接受原來我都是一模一樣的 我都是正常人 是會吃飯 會放假的 所以我們說情感之餘 其實人的情緒都有高低起跌 譬如有時候我們都可能想三十一排 不想見那麼多人 這可能是藝術家的脾氣 並不是生氣了全世界 只是想一段時間處理自己的情緒 都會有這些情況出現 你也會有時候寫作 可能你也會醞釀很多這些東西 有時候會的 所以很吃虧 人們會覺得 蒲偉是否真的忘成這樣 不太相信 但真的寫作 或者做創作人就會知道 真的要交稿了 真的去到錄親不應 或者只能夠對著稿件的時候 要攪盡腦汁的時候 那種焦慮和無助 可能只有當事人才明白 真的 所以其實去到這個時候 就是告訴大家 我們怎樣可以平衡到 又有談談情 又有說說理 又有道理 又有實際一點的東西 這個位置大家要消化一下 一會兒回來 我們繼續講講這個題目 繼續回來自在人生大學堂 在這裡除了有我啤梨之外 還有我們的老師 蒲偉老師 Hello Hello 大家好 你好 今天我們講這個 語言表達技巧進階 我們講的是談情說理 剛才說原來是一個平衡的 又要有感性 又要有感情 但又要有道理才行 那個真誠分享也很重要 譬如我最近遇到什麼問題 情緒受到困擾 其實都不是什麼天答的秘密 不妨跟朋友說 讓他知道我們的狀況 在增加對方的了解的時候 就會更加有好處 那倒是 你算不算是一個多說自己的東西 給別人聽的人呢 不算 坦白說 因為有時候覺得譬如你有些不開心 我會覺得我跟別人說了 可能別人的回應都在我預計範圍之內 很多時候覺得不如就省略了 太厲害了 蒲偉老師 因為他是寫作的作家 他都會幻想到他可能會有A的答案 B的答案和C的答案 沒有什麼新奇的答案 其實不太理想 因為不知道你會不會都是這樣 很想只是把快樂和別人分享 那些優相的留給自己 也會的 作為一個表演者 其實我做節目都是一個 對我來說是一個表演一樣 都是想帶給別人快樂 但是慢慢慢慢就覺得人都要有情感 沒錯 也要透過我的作品 無論是做節目 或者其他寫作 或者音樂 各樣的 有時候都要放一些自己的情感下去 否則就變得很枯燥 因為其實家人和朋友 未必是想見到一個這麼剛強的你 他可能覺得想一個完整的你 即是有快樂的一面 亦有哀傷的一面 這樣就可以分享 亦都在溝通過程中 叫做一人走一步 即是有一個古語叫做 投我以逃,報之以理 即是他給我一個肚餓 我都不可以就這樣吃了就算的 我可能要給你一個理智出來 即是互相一唱一禍 這樣那個了解 或者情感才會豐富 那在你的朋友圈子裏面 有沒有一些人 是你可以跟他 又是比較圖理 又是比較理他 是不是作家 還是太太 還是什麼呢 都有的 其實是不乏這些人 願意去聆聽你的心聲 只不過我們是肯不肯走出來 或者先認自己生活上 遇到一些不如意的事情 或者一些問題 想都想不到 解決不到 我們未必是想聽那個分析 只是想有人跟我們同在 即是理解到原來 其實哪一個人是可以在生活上面 是一帆風順的 是很難的 即是他親情得 可能友情愛情又有缺失 他愛情得 可能友情親情又未必如此如意 所以人人也有很多不同的 講俗一點就是 勞騷 或者憂愁 其實肯跟對方說 是一個現象是好的 就是你告訴他 原來你跟他是這麼緊密的關係 即是說我們這個語言表達技巧 大家要有一個更加昇華的層次 就是你要大家都說一些 不要只一個人說完 不是只說數量 而是裡面的內容、質量 即是有沒有自己內心的一些真誠 都挺多的 是的 我也認同你是說 其實不妨自己主動一點 因為如果對方又知道你 那麼…不是你啊 我啊 那麼木毒啊 木藍啊 他未必會刻意射起一些東西去說 但是有時候自己主動打開那個滑合紙 其實也不是一些不見得光的事 還有可能一射起 我覺得葡萄老師一點都不目睹 你絕對是有很多特別的… 因為你的文字那麼豐富 在你說話當中都可以很豐富 還有很多東西聽 那我相信不會悶的 如果射起到你說話的話 希望 所以我跟你呢 就算關上咪咪 我們聊天都可以很深入的 不是說今天天理多好啊 你從哪裡來啊 我們不只是那些 都可以聊到一些內心的感覺 那大家都可以想一想 有沒有身邊的人可以跟你這樣訓練 或者練習 那還有什麼技巧 我們在這個談情說理方面 要運用得到 就是要投入兩個字 我們要認清了就是 剛才說過 投我意圖報之以理 一定要是互相的步伐 譬如我們看到也會有些人 明明看到你做事做得很辛苦 但是在你面前浪費命 他也是在溝通 但是我們覺得不理想 譬如說我有整個月的有薪假期 我也不知道怎樣洗 嘩 聽到真是火 看到你做到整個職 他又在身邊想 我跟著去哪裡環遊世界一個月呢 這個我們就覺得 他是在溝通 但是不理想 是啊 但是現在有時在網上 Facebook、IG 經常看到一些很不理想 很離地的就是這樣 雖然他不是跟我溝通 他自己在表達 在上載 為什麼他經常都好像不用上班 還有朋友有很多不同的 就是階層也好 種類也好 我們有時都要不要這麼離地 就是我沒有機會離地 譬如有些人很有錢的 但是他對著那個朋友可能平平無奇 他就不要說 老公又說送一層樓給我 叫我去選 很小而已 八百多尺 都不知道要不要取名 其實這些就是 自己心照不宣就算了 這些未必是討好的 雖然是事實 但是有時我們都要走棧 所以說有時如果一個人 他又可以有這個感情 又有說話技巧 很值得有人尊敬 譬如說好像 身邊我也有這些前輩 譬如嘉賢姐 嘉賢姐就是很值得我們尊敬 因為他已經很忙 但是他說每一次的說話 我都感覺到他很關心別人 但是也令到後輩有很多東西學習 這些都是不容易的 這些技巧 不容易的 他簡直是溝通技巧方面的 所以其實你要做到 像嘉賢姐的電堂級的話 你需要很多經驗 說話的技巧 甚至乎人的本質 品格都很重要 你聽他的聲音 你覺得他很用功 很投入 充滿活力 而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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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這些 所有的元素 都是好的溝通技巧 嗯 那我要消化一下 希望可以向前輩學習 大家不要走開 稍後回來繼續有我啤梨和蒲偉露 好 繼續回來自在人生大學堂的語言表達技巧 進階 我們去到第三部分 今天就是繼續和大家說說這個談情說理 剛才說到就說要有這個談談情的技巧 也要有內容 是一個很高層次 但也都可以令到我們說話溝通 是會有更加多得著的 對了 剛才說過我們就說 有些是大技來的 譬如有錢人這樣說 其實就是無病身淫 有時候我們會說 我最近有很多煩惱的事情 你可能問他 最近煩惱的事情 說出來聽聽 我煩惱 我不知怎樣消磨這些事情 錢又不知怎樣花 這些其實就是無病身淫 這些聽到真是生氣 自己就沒有錢花 你又跟我說 多些錢不知怎樣花 你又說很空 我們香港人那個人做到猛 這些真的 唉 如果這樣說 其實 除非他目的是想浪費 或者目的是想 故意說一些話出來 令到別人跟他有距離 所以我們最好就是 用一種真點的情趣去駕馭生活 令到人性的光輝發揮得好些 譬如有時候你勸到朋友 我們都不會勸他 你繼續自暴自棄吧 不會這樣的 總是想他能夠向善的 或者重視感情方面多些 這個是一個 說理方面 就是遊說他的時候 就要注重一些理據的分析 即是說其實 有時候我們都要有些理據 素理 即是有些實例 或者有些領導人說服到他的一點點 是的 譬如用一些數據分析 譬如可能那個人 就有一點病 就很擔心 唉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患了什麼 不自知症 這樣 有時候我們按他的情況就說 其實那個數據分析不是這樣的 其實只是極之少數人才會這樣 令到對方聽起來就覺得 嗯 安心很多 舒服一點 這個其實可以學習某些醫生 他們有時候說得太誇張 有可能是什麼什麼 令到病人很擔心 經常都聽到這些 因為我有明白 醫生要保障各方面 有時候說出來都要專業的 我相信 但是有時候在一個道理上面 那個病人聽完之後真的會害怕 所以我們都要 是的 因為醫生其實是一個權威 是的 當我們其實覺得無助的時候 很多時候都是以權威 作為一個可信服的對象 是的 所以更加我們去做一些說理的時候 要留意這一點 就是我們最好多能夠 換人一些權威的人士的說話 所以如果你本身是一個有權威的人 你說話更加要小心 是的 因為那個專業 或者是令到他有這樣的權威 有這樣的權力的時候 更加要從對方的著眼點 嗯 除了說有權威的人 說話當然要小心 但是沒有權威 或者暫時在這個時候 從未有什麼地位的時候 說話都需要留意 要的 因為說話很多時候要客觀分析 譬如我們不可以以偏概存 我居個例子 有些老師就說 這個學生有些問題 他一定是來自問題的家庭 我們都知道 其實學生有問題 可能是各種因素造成的 我們不可以假定他 所以學生有問題 一定是出自有問題的家庭 真的不可以 因為其實有很多家庭有問題的話 他依然可以培養到很多優秀的孩子 很極端的 有時可能家庭越複雜越多問題 兒子或女兒可能乖得很交換 小時候很生性 有很多這種情況 多點事 譬如我們說情懷 可能捱過了 有些經歷了 令到他更加知道如何待人接物 這個我們說千金難買少年窮 那個捱對他更加有好處 好像什麼 我爸爸媽媽都吃煙的時候 我很討厭人吃煙 我從小都沒有一刻想吃煙 擦紋都覺得臭 但其實有很多人說 你不會聞慣了嗎 當然我小時候已經經常問 但就不會 令我不斷不斷叫人不要吸煙 到現在都吃少了 那你沒有勸他 動之以情之外 有沒有用一些數據分析去游說他 什麼都試過 就是因為這樣令我更加了解煙的禍害 數據有些什麼例子在世界上 因為這樣而有些什麼事 所以我小時候曾經想 除了做音樂之外 唱歌之外 我想做醫生 我想醫好人 這個很好 我最近有一次的練習 就是那些中六同學 快要離開中學 他們畢業了 我們那一節就是 逐個出來黑板 寫下他第一志願去選擇 有什麼科 然後就要問他為什麼 有一個就寫了物理治療 然後我說為什麼要做物理治療師 他就說因為小時候腳是不好的 有腳患 幾乎就不可以如常人走路 結果是很多物理治療師幫他治療好 所以他就說想做一個物理治療師去幫助他人 這個很好啊 很感動 也都會真的可能會很大推動力 他真的可能覺得 他知道當時 他是多麼需要一位物理治療師 而他知道如果他做好這件事 有一些病人都很需要他 他都可能覺得有一個推動力 這個就是我們所謂的情理兼備 他自己的經歷就豐富了他的情感 另外理性分析就想覺得 人生的意義 都不只是停留在自己身上 可能能夠幫到人的就盡量幫 又是正當職業 又可以發揮自己做人為化學資本這個精神 我想問你從事教育都一段時間 有很多學生畢業了 有沒有一些學生 你見到他們小時候的一些叫做夢想 他們大過真的做了 有很多 他真的想做打官司的 他真的做了大律師 想醫療人的 好像剛才你所說 未必人都做到 但有些人真的能夠完成到的指向 甚至乎有一個是 他的中文不是太好 但他的指向就是 我要做中文老師 春風化語 可能受到我的影響也不一定 我要自大一點去這樣說 其實那個指向是沒有所謂高上和低下 一般來說都是對這個社會有貢獻 其實應該是很理想的 如果中間能夠找到生活 找到金錢的話 更加是相負相成 那你作為老師 見到一些同學 如果他完成了他小時候的理想 我想你都會很高興 很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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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你給了一個機會 自己去發揮 所以我們說 不是老師去影響他 而是有道去講出自己的原因 每一個人都有不同的原因 作出一個選擇 而這個選擇是沒有說正確 或者一定是錯的 所以是由他把口去講出來 是特別有意思的 那你有沒有一些同學 他真的相反 就是長大出來 反而比以前小時候還差 可能差搭錯了 或者很頑皮 故事是有不同的形式去發展的 最重要是有修正的可能 這個我覺得對於生命有一個積極的態度 熱愛 是要覺得生活是有感情的 這個很重要 事件也有些學生是看不開的 一個半個 但是你會發覺 那樣東西是令到他去一個死角 就是他沒有得修正 沒有得改善 第二個轉變的機會都沒有 這個我覺得 其實萬變不離其中 最重要就是 成敗得失未必是最重要 起碼我們是在參與生活 那很多時候 那些東西都可以有爭取的機會 其實如果你看到一個同學 如果他不專業之後 可能少接觸 但是知道他可能心裏面 心靈的狀況不太好 其實作為老師 也很想去幫他 每天都是一個鼓勵 譬如有些人打算做社工去開解別人 我覺得也很有意義 所以你看到社工 是不是一條賺錢的道路 但是 很有意義 其實每一個人的心靈 現在都需要別人去開解 去慰藉 也都相信他如果有這樣的志向的時候 他的溝通技巧一定是很好 這是我們所說的一種同理心 可能我們自己傷過 就會明白受過傷的人的情感是怎樣 當然 如果無論你有什麼志願 有什麼志向都好 你們的說話表達技巧是高的話 語言表達技巧也是恰當的話 那絕對是幫到的 無論你想做什麼都好 你想做老師也好 做物理治療師也好 你做社工更加 做老師也是 就像蒲毅老師一樣 你要透過你的說話 去到跟別人溝通 去到運用在你的工作 我想大家要繼續努力 所以轉個頭回來 還有我啤梨和蒲毅老師 在講這個語言表達技巧進階 自在人生大學堂 語言表達技巧 今天我們講談情說理 暫限到最後一部分 蒲毅老師 啤梨老師你好 大家好 每一集我都不捨得 雖然我們剛剛才開始這個語言表達技巧進階 今天才是這個單元四 沒錯 但是今天的單元四 就快結束了 最後一部分我已經不捨得了 正如我們要充滿焦氣地面對這個節目 希望我們至少兩個人聊天好像很開心 能夠帶一些歡樂 給聽眾 或者帶一些正能量給聽眾 這就是我最大的期望 現在聽聞 即是阿培老師已經有一定的粉絲 很喜歡收聽你在我的節目出現 我多虧你大怯了 即是覺得說話是真的可以吸引到人 但沒辦法 時間有限 這些就要好好珍惜 我們這一部分繼續講談情說理 還有些什麼是我們同學 或者我們的聽眾要留意 承接上一部分 說理的時候 譬如同學很能夠將自己的志向 完整地表述的時候是可以很動人的 因為他有四個優點 第一就是立場很清晰 他知道自己想做什麼 最怕遇到一些年輕人 你問他將來想做什麼 選什麼科目 他都會覺得 不知道 隨緣 佛系那些 佛系 不主動 不爭取 自然就會水到渠盛 是不是真的可以這樣 我有些懷疑 但是其實 剛剛你說到 有些同學可能他們不知道 將來想做什麼 令我想起 我小時候 我很感恩 一件事 我自己很知道自己喜歡什麼 我也可能曾經 不知道自己喜歡什麼 小時候 可能我真的不知道自己喜歡什麼 可能小學 初中 我突然間中三下學期 才突然間 很有目標 為了要讀音樂和跳舞有關的東西 我讀書都好像勤力了 這個其實我很欣賞和羨慕你的 因為我見你不斷地去接受訪問的時候 都說到自己最喜歡的是音樂 對 對 對 這件事令我也有啟發 有時候我們辛苦 寫東西也辛苦 又好像收入不多 我就會想起 其實啤李sir 他對理想的堅持 音樂的喜愛 都沒有動搖過 沒有沒有 有時候在想 有些人會 可能現在正在走這條路 但也會覺得 哎呀 不知道怎樣 有沒有走錯 我是可能硬頸 可能有些人會覺得 哎呀 早知不走這條路 我又沒有 我反而覺得自己很幸運 我知道自己喜歡什麼 如果想起 不知道自己喜歡什麼 的話 可能我會很錯也不頂 我人生 是啊 我也很同意 覺得你是 或者我也有份 都是幸福的一群 起碼知道自己想做什麼 你說 如果追求金錢 名譽地位 其實都永無止境 人生長路漫漫 也不知道會追求到哪一刻才停 所以既然是這樣 不如你找到自己的方向 和目標 就更加之開心 除了未必有金錢上面的滿足感之外 其實燃燒自己的理想 都是一種很樂觀 很積極的表現 是福氣 是啊 我也同意 是啊 所以剛剛 因為你提及到 夢想 理想 大家都是 如果你是 這一刻都還沒有的話 不要緊的 不要緊的 你想想自己喜歡什麼 你會覺得 會不會很遙遠 都不要緊的 遙遠你都可以設定自己 有個目標 對 這個就是我們 我們不只是一邊想有什麼收穫 正如溝通 或者我不是收穫多少愛 要想想自己犧牲多少 去付出多少 這樣的人就會更加樂觀去開心 真的 這個我持續不斷都有這樣的想法 幸福啊 你旁邊的人 而且你這麼多歌迷 這麼長久的支持你 一定是很有滿足感的一件事 我很幸運的 你說到這一部分是很幸運的 有些都 真的很久了 我經常都不想 為何要這麼多人不喜歡 你為何要喜歡 支持我呢 我又不是 有很多人比我更加厲害了 所以是感恩 還有我真心認同 你唱歌是很好聽的 是啊 這個 要繼續堅持下去 我覺得 這個語言表達技巧 就是透過大家 大家聽到我和佩洛斯在聊天溝通的時候 中間都用了很多這些談談情說說理 令到事情好像溝通上挺好 還有我們的理據是充分的 就是你說服自己繼續堅持的時候 除了感性之外 喜不喜歡之外 其實都有理性的分析 就是可能我真的在那方面有些長處 這個不可以太過自卑 有些人會覺得我是喜歡那樣 其實那樣是不行的 千萬不要否定自己 還有有時在說話的技巧方面 好像剛才佩洛斯說 我都真的喜歡聽你唱歌 我沒有覺得你說謊 我覺得你很肯定 是啊 沒錯 你感覺到你在說話裡面 咦 不是握號 是啊 這個 如果自己對自己都沒有信心的話 怎樣叫對方對我有信心呢 第三部份就是那個學生 他講理想的時候 他的語氣是堅定的 那你覺得 對呀 最重要就是游說到自己 你不是去為他人而活的 還有那個工作也不是殺人而放火 本身也有意義的 那是 反而不要像一些家長那樣 我們一定要是指成副業 是啊 或者一定要是最賺錢的 讀金融、匯計、精算 諸如此類 其實不要忽略一件事 就是那個個人的選擇 是啊 就是小時候 我那些年代 有些人喜歡講話 醫生、律師 當然是很專業 我也很尊敬這些行業 但其實這個年代 我想問有沒有不同 是不同了 是不同了 因為我覺得 錢是一回事 但是當那個人 找到自己的興趣、專長 持之以行地堅持的話 他的眼是有神采的 現在那些同學 他們會說 喜歡一些什麼 將來的職業 你聽到他們說 如果是男校 我的學生來說 就會少一些文科的東西 就會多一些雙科 還有理科的東西 例如呢 你有沒有說 將來想做什麼 醫生嗎 也是 醫生反而就未必太多 因為他知道 醫科是神科 不容易 不是那麼容易 因為是難的 有理想就做到 各方面 譬如說 我都怕血的 那怎麼做呢 但其他方面 可能會犯反而論一點 譬如我們都不知道做什麼 不如選擇工商管理 那些就好像是寬一點 而普通一點就是 其實不知道主線在哪裏 所以每一個人都不同 而我聽下去 我就不會做否定 通常就會是鼓勵的 其實行行出狀元 最重要是找到自己的理想和方向 你有沒有聽過一些奇怪的行業 沒有的 香港可能比較少 因為香港都是比較 那些大學的學科 都是比較理性的 其實香港人都算是理性的 還有可能大家那個 跳出框框的東西 始終沒有外國那麼開放 在香港成長 學生不會突然想到一個行業 你覺得這麼多事情不做 你做這件事 比較少一點 是 我們那個行量人的標準 很多時候都是跟大隊 大陸的東西就永遠沒有走雞 但其實再深思一下 其實未必的 那個表面的安全感 就好像人人都在走那條路 但實際上可能是犧牲了自己的選擇 而去遷就了別人的言之 所以其實大家有沒有發現自己是不是這樣 不過不要緊的 你想一想 這是不是你發自內心的一些選擇 發自內心的一些說話 因為很多時候 人是有機會是口不對心的 但是不要緊 你自己知道是不是口不對心 還是你是 心裏面和口說的東西 是真的完全表達到呢 那你最重要 適當的時候 用到適當的方法 當然啦 如果你有那個技巧 有這個語言表達技巧 適用很多不同的方法 去運用的時候 你就可以到時選擇 是說一個真話 還是說一個假話 跟別人溝通的時候 是得到一個什麼迴響 這也是很重要的 今天我們講這個談情 說理時間到這裡了 所以在這裡再一次多謝了 培魏老師 Thank you Bailey Sir 拜拜 自在人生大學堂